劳教制度虽然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它发挥过积极作用 在哪呢 他把那些小偷小摸还不够判的 流流麻麻不够判的 咬乱秩序不够判的 无理取闹不够判的 还有其他一些屡教不改的各种违法行为 他把这些人管住了 而这些人确实该管 现在劳教制度废除了 这帮人怎么办 你让他散任社会上去 肯定社会治安 因此就会陷入局部可能出现混乱 怎么办 就怎么解决这部分的问题 因为过去管他 大多数说管这类人是对的 那现在你没有管他的办法了 你怎么弄 现在有的人说 那就重启违法行为缴制法吧 因为以前探讨过 用这个代替劳教制度 但是一直没推进下去 可是问题 违法行为缴制法 从立法论证到出台 恐怕得起码有一两年时间 那这个阶段 劳教制度废除了 这个时候社会治安怎么办 有人说 那就什么 司法部门接过这事 该管的管 该判的判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为啥 如果把这部分人管起来 你现在没有这种 劳教制度行政处罚了 除了这个 治安管理处罚法 能部分地管这些人 为啥呢 像管制拘留 问题拘留七天 对有的人还太轻了 时间太短 他出来之后可能继续 违法和轻微犯罪 有人说那就干脆 把他重点弄 这一重点弄出现问题了 法律它是要公正的 所以我说现在 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 我们必须得把这些问题 解决好 尤其是现在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解决原来 劳教制度 管住的这些人 你怎么弄 所以我们必须得承认 废除劳教制度 是伟大的法治进步 在依法治国观念 身无人心的今天 劳教制度 有备于时代精神 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 必须要废除 但是 劳教制度废除的伟大意义 要靠废除劳教制度之后 我们怎么样能够 把它的副作用来消弭掉 要靠这个来体现 所以我们还要接下来看一看 废除劳教制度 政府能够出台 哪些补救的措施 包括尽快的出台 违法行为缴制法 这样才可能使 废除劳教制度的伟大意义 真真正正的落实到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伟大里程卑上